董事長 選舉好玩 球是圓的 現在總統局的藍白盒看起來是沒機會了 立委正在滾動當中 蔡比如選舉他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在台中他會不會選贏 那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蔡比如到底代不代表民眾黨 他能不能夠呼喚民眾黨的支持跟選票 能嗎 但你看他到處幫忙復選 我們這裡面就你跟韋汉跟他最熟了 對 我跟蔡比如跟我的好朋友 我跟你講 蔡比如私交跟我非常好 但我跟你講兩個重點分開來談 在台中這個地區 剛剛韋汉講得很清楚 第三次蔡比如拿到66%的選票 這個好像很困難對不對 錯了 不是這樣看問題 因為在台中 台中這個地區 就是這個潭亞城後這個地區 是屬於原來的台中縣區 你在說管區和市區 就台中市整合之前 這屬於農業縣區 所以台中縣 管區裡面 他的派系主導選票 所以那派系有三個派系 但是有紅派有黑派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民進黨 民進黨是其中一個派系 民眾黨也經營 民進黨也經營他自己的人 所以才有蔡其昌穩定地在這邊拿到他的這個位置 所以他們也 因此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那河水不犯井水問題麻煩來了 你這一次選市長選輸了對不對 那盧秀燕下台以後 這個卸任之後 是不是另外一次紅黑兩派有一個人要出來選市長 對 對不對 那你民進黨是誰出來選 蔡其昌 還是蔡其昌啊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啊 所以蔡其昌在下一屆的市長 還會跟國民黨再幹一次啊 對 而且幹的對象是誰 這派系代表 紅黑兩派 這個張啟臣是哪一派的啊 紅派 這是直接跟紅派幹嘛 為什麼今天張青棠那麼認真 堅底於貪童 在他自己的派系下一次就跟你幹 所以這一次我把你幹掉以後 你會沒有了 如果民 如果說今天前一次上 這個蔡其昌贏的有領先的話 我跟你講蔡其昌倒霉了 倒不大霉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最後這個禮拜的選舉 是靠資源選的 不是靠風啊 風沒有用啊 國民黨要資源下去啊 現在還可以下資源 當然下資源 最後不下資源 誰給你選啊 這紅派黑派全部是靠資源 好 之所以台中的選情 我剛剛分析完的 很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說 最後再灌一下一個資源下去的話 那個不是跟蔡布魯沒關係 他就擠壓他擠壓啦 反正抬轎的人會幫他幹 所以蔡其昌非常危險 這第一個 所以蔡其昌也會下資源啊 大家互相 因為他拿66萬 他拿66花嘛 他當然有管道啊 雙方都有管道嘛 管道最重要嘛 對不對 路線很重要 最後的結果比資源 比資源因為都有管道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對蔡壁如 比較傾向於有利的情況 因為這個 你殺到這種程度 這個我剛剛分析上 結構上就一定要讓蔡其昌倒 因為平常沒有機會 有機會一定讓你倒 所以這一次有機會 因為那個盧秀燕 地方派機是這麼玩的 地方派機我玩不過你 我就 他們會保留實力 這跟我一樣 玩不過你我就不跟你玩了 跟你玩了 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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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今天幾乎出來 連續兩次嘛 市長一次嘛 立委一次嘛 那下一次我要選市長嘛 那秀燕現在態度很明明 非常明確嘛 徹底這次把你幹掉嘛 那問題是 蔡壁如憑什麼到各地去服選 他憑什麼代表民眾黨 民眾黨黨員跟知識 為什麼會被他波動 會波動嗎 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是阿信 他是阿信 你知道意思嗎 什麼是阿信 有一個人叫黃珊珊嘛 阿信 他對照著 對 所以這些 公主跟阿信 對 他是阿信 所以所有的民眾黨的支持者 看到他會同情他 真的假的 當然是這樣子啊 因為黃珊珊氣喵喵嘛 氣喵喵 我問你在民眾黨多久 有沒有貢獻 沒有 是誰有貢獻 阿信 阿信有貢獻嘛 而且是從台大 跟著你一塊叫地下室 太平間的下一城耶 對啊 所以這個阿信在全國各地 而且在基層的黨員的基礎 我請問你 是阿信比較強 還是黃珊珊比較強 那現在誰比較囂張 是黃珊珊比較囂張 他當時就 你先把他如果當時講的那段話 現在回來看 耐人許惟 他說 我為什麼要去中英選區 我要給黨一個鼓舞的作用啊 我要承擔啊 因為民眾黨多數的人 都不喜歡離開台北 都喜歡享受美光燈 都不願意脫離舒子圈 到地方耕耘 所以我身先士卒 承擔更多責任 這就是阿信 然後另外一個人 叫做不分區第一名 在裡面呼妖喝溜每天罵人 搞一個叫做 可是實際上 你要注意喔 黨內的派 黨內的力量 以黨員數來講的話 誰比較強 當然是阿信比較強啊 這些整個四年多 民眾黨組成來各地區的黨員 中央委員的第一批人馬 沒有當上不分區的人 全部是跟他有關 全部是他的系統 那這些剛剛當上不分區的人 我問你嘛 張祺凱我們兩個好朋友嘛 對 他跟民眾黨有什麼關係啊 我不知道 他有幾個黨員啊 沒有 他黨員多還是阿信多 阿信多 對 阿信在地方上的民眾黨的實力 或不下於柯文哲 真的假的 超過 絕對是柯文哲第二 柯文哲第一 他就是第二 那這些黃珊珊 黃國昌這些 都是新進黨員 新科黨員嘛 他們跟民眾黨沒有淵源 是為了當立法委員 當他不分區才見到民眾黨的 所以在淵源上 這個阿信在全國各地的民眾黨支持者 他有這種被同情跟呼喚黨員 民進黨支持者的力量 尤其經過運動之下產生了 董事長 剛剛講的這個家長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主的 直接我強調 我反對FACE 你要知道 經過這種追心之痛 你才知道那個多可怕 第二個 他有講 他說江山易改 本性難易 他不相信窮兇 窮惡 疾惡之徒 會有教化的可能 老杰 這個事情的設計的範圍 比較複雜一點 你知道現在嚴重在哪裡你知道嗎 主要就是這些 就是許軒你講的這些堂口的兄弟 堂口的學生 就黑幫已經滲透到我們國中裡面去了 到我們國小 國中都有黑幫 現在很簡單嘛 現在最可憐的是誰你知道嗎 最可憐是老師耶 老師沒有辦法去檢查學生的書包嘛 因為檢查他有程序 他連管都不能管 所以因為一管你會被告 搞不好還被黑幫的老大恐嚇 對不對 有安全的問題 現在國中生背著書包上學 裡面放什麼 放槍 放刀 放毒品耶 毒品拿去賣啊 所以已經整個囂張到這個 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好 第二個 好 可不可以有 可不可以學校有派出警察 我要講一個不公平的地方 我請問你 你有沒有聽過私立學校有這個問題 沒有 為什麼學校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管教方式跟你不一樣嘛 他這人都經過篩選過的啊 不是 他的管教方式 他本身有請保全人員 他有很多層層的管制 一般的學生 一般外來的人 他進不去嘛 進不去 他有很多隔離的措施跟守法 一樣的法律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有錢人家的小孩 在所謂的這種高級的學校裡面 然後有錢的學校裡面 得到比較好的待遇跟保障 為什麼像這種 居然家裡面還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姐姐 這個小孩的成績品學兼優喔 然後就這樣子 莫名其妙 在學校的教室裡面被殺死 這個國家還像話嗎 這個太離譜的事情了嘛 所以所謂的 他們現在講一個玩笑話 說蔡英文的社會安全網 現在叫什麼你知道吧 叫什麼 叫做黑社會安全網 一聲音樂